早安 今天是8月18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ET开始直击 今早有中微证券研究部执行 董事王伟豪和谭海韻陪你一起开市 Ruffy 今早大使有什么支点? 我想今早就要铸人民币 始终昨晚开始就看到有一个稍为转强 看看对港股方面有没有正面大动 观众朋友 如果你有投资方面有问题 欢迎你WhatsApp给我们 电话是96133819 或者下载香港经济日报HKETM 在聊天室里讲下你的清欢和留言 稍后回答大家的问题 现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况 美股年跌第三个交易日价 联主局以息会议纪录暗示 或者需要继续提高利率 刺激美国十年期国债的息率升穿4.3厘 加上日本泊债反应欠佳 刺激环球债息大幅攀升 美股先升后悔 再到已接近全日低位收市 道指收市跌290点 报34,474点 标指跌33点 收报4370点 纳指跌幅超过1% 要跌157点 收报13316点 纳指金融中国指数 亦是上升0.2% 而欧洲股市就要普遍向下 看看焦点美股 科技股是个别发展的 Google靠找 苹果要跌超过1% Tesla连跌第五个交易日 股价再跌2.8% 2月托证券形式在美国买卖的科网股ADR相比本港上日收市要普遍向下 阿里巴巴比本港收市低1% 折合88.72 另外腾讯折合329.7 汇控比本港收市略高折合59.4 看看亚太区股市的情况 日经平均指数现在早段跌89点 最新报31,435点 跌幅0.6% 首义总合指数跌13点 最新报2,506点 悉尼普通股指数跌8点 新西兰50成份股指数跌幅0.8% 跌93点 最新报11557点 看来新加坡交易的港股克企 现在最新的情况 跌175点左右 恒指在18,100点左右 稍后会和大家继续跟进 跟Ravi谈谈上日外围的情况 美国公布了 上星期首次申令失业购债人数 最新的数据是239,000个 市场原本预期是24万个 今次的数据略略少于市场预期 和上星期的数据是25万个 今次的数据比市场预期低 亦比上星期的数据低 这就是显示劳动市场未有显著放缓 亦引证了联储局对经济的判断 看到就业市场 目前来说 数据依然是强劲的 美国十年期债息就继续升 去到4.3厘流伤 上日欧美股市也下跌 看到近日 联储局的议息会议记录 也叫做口风帝偏樱 美股好像近日也进入了一个调整 你觉得暂时 去到这个水平 调整原来 如果大家说 之前miss了美股的升浪 现在是否一个卖入的时机 我觉得应该未有那么快调整完 甚至乎我觉得有机会再回多一点 当然 可能个别股份会比较强 因为应用自己的业务或业绩等因素 但所谓的就是整体的市况 或者三大指数 为什么会认为还有一个调整空间 我想有几样 一来最主要当然是 本身的估值也不是便宜 其实一直以来都说 特别去到可能 今个月头本身见的高位的时间 如果你看到当时三大指数 其实那个估值 比过去五至十年的均值还要高 其实这一点都已经觉得 说真的很难再有一个很大的炒送空间 而以来 最近美股仍然在经历业绩期 本身 如果你看到出来 虽然看大数 好像绝大部分都比预期好 但因为其实美股那边 一向市场 特别是分析界 跟各别公司的沟通其实比较多 变相很少有很大颗流 而且很多时候应用预期的预期比较低 所以要预期比较好 其实不是太难 但实际看大数 看小数 其实很多又不是非常强的 所以令到业绩之后 其实整体的估值也调升不了 所以要于某一个估值的上调 在原本的估值位置 又不是低的话 其实已经有调整的可能性了 再加上过去这几天 开始又不断说回息口 又重新担心 似乎又好像未加完息 无论你从实际通胀回落的速度 刚刚过月又升了一点 虽然是在回落紧的 有点整个趋势 但速度和步伐 可能是没有预期中那么快 或者偶尔有些反达 这些都久不久 是会形成大家对于 是不是真的已经加了够息 会有些疑问在这里 再加上 像你所说 你看到日前出的议息会计记录 其实真的 那个看法仍然是有点赢的 还有其实也说过 因为你看到上一次议息 其实也知道的 那个点阵图 其实只要当中有两至三个官员 是再转态 其实已经是可以再加多次息的 也不是那么绝对性的 那些已经加了够 所以其实这些 我认为大家也会出现 另外一个点 就是刚才提到债息 十年期债息 不断标普到4.3厘 说真的 一来 当然过去这段时间我都知道 债息上 意味着大家都仍然觉得有机会加息 对增长的股原谅股一定不利 一来想说一点是 如果你这一刻还没入场的投资者来计 running 如五时 你买十年期债 还收到其实这几项 又怎会去买股息 有几样东西加oda 让米股是有一些 调整的空间 实际过去过来两个星期的资金流的情况 从美股里面去看 近期资金是偏向一些传统性 防守性高的股份 例如医疗保健股 过去大家经常说 炒来炒去那七个八个的科技股 过去过来两个月反而是爆味的 走得比较差 如果个别指数成分股里面 所以反映在股线里面 资金也有一些调配 而如果大一点来说 就是整体的资金流 对上一个星期 如果是算股市 或者不同的资产价格来算 流出美股是明显的 反而留在债市 或者留在货币基金 Money Market Fund里面 因为一个好处就是 货币基金随时可以收回 而且人家仍在拿5厘的汇报 所以就是那句 这些是5厘 债是4厘多 整体来说 美股吸引率一定不是太高的 所以我想几样加上来计算 短期的美股 我觉得仍可能有调整的空间 而且你看个别的指数 例如纳指为例 其实也穿了上升轨 还有整个圆顶也出了来 所以我觉得可能再回多一点 我又不敢说是否会触发一个很大的下跌 因为刚才说的因素好像很淡 但是唯一好的地方 就是你比对不同的市场 没有一个够美股那么吸引的 随时下跌之后 如果你的钱没什么要选 你可能会选回到美股 所以这一点可能唯一 就是令我们不必需要很大的下跌因素 但是我想短期调整的情况 应该会持续 直到可能大家对于刚才说的息口 或者个别因素 什么时候又再改变了 因为加息月期其实随时都会变 只要一个星期变几次都可以 如果突然又觉得不加了 或者又重新继续下年是减息的 可能市场又能够强 所以暂时只不过未在这情况 所以我想短期来说 美股可能还有些调整的空间 是的 美股暂时没有什么看头 港股是否有看头呢 稍后Rafi和我们分析吧 看看上日港股的走势 恒生指数昨天的情况 就是一度失手18,000点之后 偶遥回升 昨天承接外围一些势 显着低开306点 最多是跌428点 低位见过17,900点 这是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午后受到A股带动 由低位反弹一度到升 收市未跌2点 收报18,326点 科指到升32点收市 报4,158点 国指升19点 报6,292点 债市全日成交1,129亿 看看北水盘路 北水淨流出一天后 再度转为淨流入 金额有99亿4千万 再度吸纳ETF 赢富基金有32亿的北水淨流入 南方恒生科技ETF有5亿6千万 个股方面 腾讯吸资12亿的 美团吸资3亿9千万 看看淨流出 东方欣选有4千万的北水淨流出 昨天就叫做一个小期即日 未到大期即日 其实一度跌穿100点 其实就去到去年11月29日以来的低位 低位就建17,900点 下午点半左右 出现一个咬腰转向的情况 科指和国指都可以到升收市 恒指未跌2点 其实看回阴阳烛 就出了一些大阳烛 内地三大指数都是先跌后升的 港股方面 成交就上千亿了 北嫂再度转为淨流入 昨天这样的情况 你们有没有一些揣测或者传闻 为什么会有一个 这么单日转向的情况出现呢 好 技术点问 这个情况在低位出现了一枝大阳烛 可否追入呢 还是在你的角度看 这是一个逃生门 我想暂时 我会判断为一些技术的反弹 我觉得还可能要再看一看 也很难说出现了一枝大阳烛 或者在下间见了一架回升 就好像没有了事 因为其实我想影响港股 一直以来比较弱的因素 大家都懂得数 一来内地 当然本身内房问题 经济问题 以至于政策出台也好 大家觉得不够力 或者不是很有用的特定因素 连带来刚才提到的人民币 也是比较弱的 我想内地也有几件影响港股 而以来 外围有先来说过 就是又再重新 可能少少怕加息的情况 或者美股也要调 我认为这样数下来 其实全部的基本因素 都不是特别好 或者这么说 所以我想 不会单单出一枝阳烛 就觉得刚才说的基本面 是全部都抹掉 或者改变了 所以只这样看 我想也要审慎一点点 虽然我也希望它比较高一点 但当然我想也要理性一点点 留意着刚才说的因素如何变化 但当然唯一好的地方 就是昨天 如果真的说的 可能是技术面 或者是走势 刚好这么巧 昨天低位17900 为什么会说这么巧呢 这个位置除了大家经常说 今年暂时创低位之外 如果在这几天 有留意到牛熊的摆位 昨天开始前 本身最重仓的牛症位 就是17900和180 刚刚提到17900 就上回去了 所以那些就全部杀光了 所以我想 如果初步这样看 似乎可能短线有得再弹高一点点 因为你都杀光了 也没有什么油因 再立刻对着太深入 而且以来 很多时候也是 某些穿一些重要关口 或者再创低位之后 例如是先弹一转 除非那时非常差 否则碰完那些位 不会立刻再插下去 帮人弹一点点 所以我想 再加上昨天 其实说真的 成交是大的 是 就是抽回上来的 额固买的1100亿 流上成交 或者北水过 差不多8亿的流入 虽然也是买ETF 不是买什么个股 但是 几样啟示 都似乎短期 可能有机会 再有些反弹 所以我刚才也说 就是为什么 我觉得 暂时判断为 一些技术反弹 如果弹水 可能18600 这些位置是第一个关口 如果站得稳流上 就可能剩下1万9000左右 但当然太乐观就困难 太高就困难 因为刚才说了 一堆几步面 也要让它的因素 慢慢改善 但是似乎短期 扭转的机会 就不是太高 所以我认为太高 就不太乐观 但是可能短线 迫着一些反弹 以及刚刚人民币 昨晚收市后 又开始转强化 即是 无论是否干预 也好 一定是强回这样的事实 现在可以回到7.29多的利用价 看看待会 可能9点半钟左右 中间价是怎么开 如果你说 因为对上几天都 强行想开高一点 如果今天是继续配合这件事 我觉得港股 短线再弹高一点 有这个机会吧 是